我说到哪里 对对对 我节目就叫 我说到哪里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开直播了 欢迎上中网流行网 以及网友中的脸书 粉丝专页来收看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我们监察院前院长 王建轩 我们今天是老王 与老老王的man's talk 这个韦中兄 还有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好啊 这个看您精神这么好 今天我还给您 我本来坐这儿了 我给您换位置 真的吗 那给你坐过来 没没没没没关系 没没没没关系 您要说你这个耳朵 这边表不听清楚一点 幼儿表不好 两个都差不多 真的 差不多 那要讲左耳是因为 左耳有带注定器 你只带一个 带一个 今天两个都有 因为前几天这个修理去了 现在今天拿到了 这两面 但是我不习惯带注定器 我经常都不带 那怎么办呢 人家人家听 讲话如果有 讲的 讲话 像你讲话 我听得见啊 还有人讲不听不见 很奇怪 声音很大听不见 他这个跟那个 频率有关系 有的人听 我就很清楚 你会被选择性的听得见 还听不见 比如有些人你 就假装听不到 会不讲 对啊 如果有的人说我 这个老王太老了 选不上 我就 我就听不见 我说你刚刚讲什么 这个都好 选择性的 对 他说你会当算 我就听见 OK 看玩笑 那以前那个苏老师 您老婆跟你说话 你会被选择性听见 跟听不见 不会 我跟苏老师 结婚58年 我们没有小孩 真的不容易 像我们这样的婚姻 不容易 我这一辈子58年 我没有这样打过 他一巴掌 你还敢打人 你开玩笑 就这样打 力量多大 你拍他有多大 这样子 对 都没有 这是爱 再用点力 没有 没有去 对 他有没有打过你 没有 我跟他结婚58年 最多冷战 就是气热 不讲话 过两天才讲 要冷战 这个有的 最长的冷战多久 最长大概就两三天吧 那谁先低头 所以都不一定 刚好有那个机会 就讲了就讲了 没有说谁去开头 可能我开头比较多 这一定是 就你知道 你们两个是陈大叔认识的吗 我们是陈大的同学 对啊 对啊 陈大的同学 我们陈大那个时候 有三千多快四千同学 女生只有一百六十几个 所以女生在我们陈大 只要长得不是瞎眼睛 踏鼻子的 在我们男生的梦中都出现过 你小心一点 陈大校友会追你 那苏老师在当时啊 美女 被分镇式的评选是 我们学掉的校花 校花 苏老师不承认 他说是校花 那你怎么追到他了 人家爸 你爸爸是少尉 还是中尉 我爸爸是上尉 上尉 上尉其实在那个时候 跟小兵一样 收入很小 跟小兵一样啊 我爸爸妈妈没有练过小学 因为穷 交不起学费 我妈妈不认得这类啊 那人家爸爸 他的爸爸是 排大教授 屋里系教授 那你怎么追他 你怎么看上他 当然啊 他当时又漂亮 学问又好 样子样也都好 当然大家都想啊 想都不敢去啊 但是我为什么敢去啊 我也不敢去啊 上帝的手在带 上帝的手就带你去了 就是这样啊 现在讲大家 各位朋友觉得 那时候你没信教啊 又来讲基督教了 那时候不是的 我那时候没有信啊 没有信啊 他爸爸是教会的长老啊 全家都是啊 我如果不信他就不嫁啊 啊 你追他多久 追没有多久 大概几个月吧 几个月就开始 那个大概两年 追两年 两年就在一起啊 这样 大家都认为你们 大概是一对了 可是你很严肃啊 你读书的时候就很 跟现在就跟 就很严肃 还是很有幽默感 还是什么 他看上你哪一点 对 你家台大教授 对啊 台大教授 他看上哪一点 我也不知道啊 上帝说叫他看 他就看中了 我又跟苏老师讲啊 我说如果我没有追上你啊 我不会去跳楼的 我说为什么 追不上 也是我的选项之一 哦 你就自己先 可能 你可能会追不上 我们成大的同学很有意思啊 说什么你知道吧 那时候我们都结婚了 咦 奇怪 这个苏某某 怎么给王坚轩追气了 就一副看不起我的样子 很气 很气 对不对 你以前不管是选立委 选县长 选市长 然后后来当监察院院长 那个 前面你选举的时候 都苏老师开车带你 对不对 对 你是不会开车 还怎么样 我会开车 我比他还早开车 后来他觉得你当部长啊 周末的时候啊 可能开会的想东西不好 他开 OK 就是你想东西 但是他开车 对 他 他最近就是 我说艾斯海梦 他比较 比较 这个失忆嘛 他开车开到什么时候 现在不能开 当然不能开 当然不能开 我要开车带你到什么时候 再 再早一点是吧 对 对啊 大概有 七八年以前了 七八年以前 他失智大概都有三四年了 他比你小一岁嘛 小半岁 半岁 所以说他七十几岁还开车带你到处跑 对啊 然后你选什么 他都不赞成 都不赞成 没有一个赞成 那你得什么老公 你什么老公啊 但是 但是后来选的时候 他都做我竞选总干事啊 跑跑跑跑 对 为什么呢 他不赞成你选的原因是什么 从以前不管是这个选立委 他就觉得搞那些没意思啊 我们自己那个时候部长不坐下来选立委嘛 对 我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快快乐乐 搞那个我干什么啊 那每次都不赞成 但你每次都要选 所以你们家还是以他 以你 我讲的就是神的时候在带啊 我也不是那么赞成选啊 你也不想选本来 我也不想选啊 那这次选总统呢 这次选想选 哦 第一次自己从心里想选 对对对 套踹了 因为我一感觉啊 呃 台湾快要完蛋了 你知道吧 你很焦虑对不对 呃 非常焦虑 焦虑就好像神的声音或者是怎么样 就一种说 呃 呃 呃 我要干什么 嗯 但是这个雄心呢 是可尊敬的 叫可敬的雄心 嗯 你才是真正的领袖 像2024选总统 我要来选 这是雄心 嗯 选 但是别人选总统是要当这个官啊 呦 找怎么样怎么样 呃 我不是 你有这个雄心 我完全是为了台湾的人民 嗯 所以我这个雄心是可以尊敬的 你会不会觉得你太老了 太老啊 会不会 呃 我不会觉得我太老 但是我晓得一般的人会想这个问题 嗯 说哎 你85岁了 还来选总统啊 会不会选一半就挂了 嗯 还是怎么样啊 或者将来当总统以后 呃 不能把事物做好啊 我告诉各位 这个我都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们一个 我现在每天没有吃一颗药 对 像我这个年龄常常都吃一把药 这个是防高血压 又是什么什么 一大腿 我没有吃一颗药 我吃的药一定比你多 对啊 有可能 你这样当来宾不礼貌嘛 谁跟你聊聊天 你就这样子 哈哈哈哈 所以你身体还是很好 对很好啊 没有问题啊 我现在早上起来 大概七点多起来 一直搞搞到像今天现在已经五六点了 然后回家这个九点十点了都没有问题 不过基本上你选总统这件事是玩真的 对不对 就是要真的 接下来就要联署了等等等等 所以你还是跑行程了 你上节目也是跑行程 对不对 希望大家知道你真的要选总统 不是开玩笑的 联署要到九十月 对对对 还早还早 还早还早 OK 可是苏老师他现在当然他现在有失质了一些状况 你也照顾他 他知道你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嗯 知道也好像不知道 就是你跟他讲上 哦过一下他也忘记了 嗯 他有没有 他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他有没有真的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对 他说你还会比较成说你疯了 什么的 没有叫 没有 没有 现在 他以前为什么不想让你选 他不想让你经过选举这件事情 我也不喜欢啊 你搞了个什么地方委员 搞了个什么干嘛 嗯 我可以做我很多次啊 像现在我和苏老师我太太 我们创办了六个慈善基金 我知道 所以这一次你从公益 我就想讲说你公益做得很好啊 就忙成这个样子了 对 那那不是比做总统好吗 哎呦 像现在 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聊啊 现在我们在做一个叫天使局 就是老人院 我知道 您先回答我的问题 做公益不是做得很好吗 哎呀 我做到现在搞得累死了 已经快要盖好了 盖好了 才只能住44个老人 可怜的 这样的老人十几万二十万人三十万人啊 可怜我没有办法啊 但是我当选总统的话 你怕唯德不足 我就用国家的土地 国有土地很多 我用公家的钱去盖 一盖就是几万户 啊 所以你要这个能力 有这个职位 再齐位 才能磨齐阵 没有错 你不在这个位 讲也没有用 你再这么讲 他们都是这样 没有办法呀 对不对 现在我们长照的 你去看 政府呱啦呱啦讲 做了什么呢 那我刚刚讲是真的啊 这个没有话讲 我当选总统 我立刻就这么做 把国有的土地释出来 政府边预算去盖 一盖就是一万户 两万户 三万户 这样出来 老人得救 所以我告诉你啊 有人说 我当选的机会很小啊 就怎么样 一定会是这样讲 其实很大 你知道吧 这些人啊 老人都会托我的票啊 说这个家伙当选啊 哎呀 我们就这么多地方 可以去住啊 太好了 选他 后来有人告诉我 不不不 这个老人的孩子 也会选你啊 对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可以住老人院天使局啊 他就轻松很多啊 我听您讲过这个 老人问题是您的 是很重要的一个证件 那我跟你讲 老人也选我 年轻人选我 那我不是当算了吗 漂亮 干嘛看不起我 拿我打赶 您财政部 您得播一播 算这个 播一播这个算盘 觉得哎 我可以选呢 厉害厉害 OK 所以这个 您这个已经准备好 这个雄心要做这个事情了 我们这个王健全部长 是我看过 儒家思想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你好像把这个事情做全 要做全 好 我们修一下 马上回来 我的音量可以啊 可以啊 听得到啊 可以听得到 可以 单田发生的 对对对 听到 偶尔有一两句 我有点担心 没关系 你可以问 不不 后来你后面右脚 我就连上了 对对对 好 所以老人问题是您非常在意的 还有其他很多啊 今天你没有时间就讲啊 不是 比如说我今天才碰到 劳工退休基金 对对对 要破产了 破产了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付 比如说 一千亿 但是现在基金呢 负债已经一千五百亿 就破产了嘛 就不论负了嘛 我不晓得 民间啊 很多人很关心啊 很多年轻的太太们啊 当然关心啊 他就说 这个将来怎么办啊 现在一个月可以 拉到一万八 将来都拉不到了 那我老了退休 没有劳保 他不是公务员 没有工委嘛 怎么办啊 我就晓得这个 这个如果我要和平统一的话 就不要买美国武器 这个 这一万亿啊 我怎么拿一点出来 就马上解决 我告诉我 我要这样去讲 大家晓得 说劳工退休 放心 劳保金不会破产 怎么样 你说大话 我不要去跟和平统一 买美国武器 一万亿啊 我一万亿 拿一点点出来 大家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听懂了以后 劳工票又有了 我告诉你 我不但当选 还出奇的高 雄心壮志 雄心壮志 雄心 可敬的雄心 可敬的雄心 respectful respectful ambition 你这个节目 我来上你这个节目 那个不晓得 他不晓得我认得你 王伟忠 这是大牌的 他说是大牌的 我说我老早知道啊 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的 我会学您说话 我们见过的 我觉得他们不晓得的 他说你去上 这个王伟忠的节目 这是大牌 王伟忠是大牌 我现在服务 我也66岁了 我在这个时段 就是下班时间 66 我85 差不多 差25岁 20岁了 算老王了 老老王了 19岁 老老王了 所以你一定要 对 不管是当不当选 要有这个位置 跟企图心 才能把话讲出来 对 不是您认为说 我有机会 你就很有机会 当总统 当善 当善 大家好 我是老王哦 欢迎说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老王要访问老老王哦 小钢炮 很久没有人叫你这个名字了 现在为什么没叫小钢炮 现在小钢炮打那个玩意 打不动了 现在要大炮才可以打 对对对 所以您那个3月7号 我记得是宣布说要竞选总统 3月29 青年节宣布 3月29吗 3月29 青年节 3月29 对3月29宣布 青年节 宣布要选总统 消息一来 举国震惊 真的吗 你是开我玩笑的 我讲真的 哪里只有举国震惊啊 基本上很多人还是那几个问题嘛 那我觉得很多都问过你了 这么老了 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呢 等等等等 你现在还要经过其他的一些要经过这个很多过程 我真的讲一个 我说老了 美国拜登啊 如果这一届他在选啊 做完了以后啊 他也85岁啊 对 比我小不了几岁啊 对啊 那我告诉你啊 2019 今年是20多少 2023 你要回答 你不能这样问多少 要赶快说2023 你要选总统 对 2019 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 他得奖的时候97岁 所以你这个胸心状至少 所以我还找得很难 你知道吧 了解 这个人啊 很容易各位好朋友记得 他的名字啊 叫做good enough 就是够好了 够好了 就是一模样子的 good enough 不是old enough good enough good enough 然后这个good enough呢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啊 叫古德纳夫 他97岁啊 得洛贝尔化学奖 不过这个得洛贝尔化学奖 是一回事情 就是别人慢慢要把这个 是他被动的 人家选他嘛 他是就是candidate候选人 对您来讲 您是主动要去选总统 所以这个事情 您是经过深思熟虑呢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还是什么一个 什么一个启发 说你这时候要出来讲点话 告诉台湾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两岸问题 我也不能讲 有一个声音 就是有个东西在我说 这样下去台湾真是完蛋了 那么一武统就完了 跟这样讲 很多人觉得太玄了 所以有个声音 对 上去选总统 所以啊 有这个声音 但是我不愿意这样讲 但是你是基督徒 一天到晚就阿门阿门上帝 我不要给大家这个印象 但是我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大家晓得 我如果真的要选总统 想当当官的话 做个部长啊 院长啊 应该做个总统 过过瘾啊 那我应该十几年前就出来选啊 干什么 十年后 现在怎么又突然想到 要来选总统了 是我觉得台湾这样下去 完了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再讲 为什么完了 所以有个报纸写 王先生 王某出来选 原因就是台湾要完蛋了 你们不相信吗 等一下我们来讲讲看 我就告诉你怎么完蛋 你上节目现在就可以讲啊 没有进广告 你现在就可以讲啊 你觉得为什么台湾就要完蛋了 对啊 或者在禁销 这我很尊重你啊 你不问我 我不敢讲啊 你不要这样子 老王 老王 我非常尊重你 老王 那我跟你讲 你最担心的问题 我最担心的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要武统 那这个武统不是我讲 我都是看报纸 看美国人 看其他看看 这样子说 现在最厉害的一个时间 就是20 就是今年的年底 到明年年初 就是我们选举最热门的 可能中国会动手 会动手 为什么会动手呢 第一个 他的力量够 你知道吧 他的力量够 一般估计 大概两三天 一个礼拜就 就打掉了 我们的前任的国防部长 姓冯 二马冯 现在做退辅会 冯事宽 他公开说的 我是报纸看的 公开说的 人家问他 说老共打过来 我们可以打多久啊 他说最少可以坚持 一个星期 最少可以坚持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以后呢 就看美国来了 我们也有救了 美国不来 我们就就死了 就被武统了 你知道吧 这个是我们国防部长啊 讲的不是王伟中讲啊 是国防部长讲 他懂得我们的军力的 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前任的 这个中科院的院长 有位姓龚的 他在一个论坛呢 大的论坛演讲 他就提到 他说中国大陆啊 大概对台湾要打 有六波 波动的波 第一波飞弹啦 或者什么 六波 六波两天台湾就解决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 他说解决以后啊 所谓解决就台湾投降了 就同意了 他说解决啊 你没有看到一个解放军 也没有看到一个美国大兵 都没有 我说也没有看到一个台湾兵 为什么 我们一直以为打仗啊 还像从前机关枪 咕咕咕咕咕 飞机 你根本看不到这些啊 已经就结束了 所以这种的资料非常之多 所以对你来讲 就最近这一两年 反正你就很操心这个事情 对 你在台湾 你十岁来台湾 然后在台湾住了七十多年 对不对 七十五年 所以你一直讲说 你非常爱台湾 那碰到现在的一个状况 你觉得说 你一定要出来选总统 然后最起码让大家知道说 你认为和平统一 是唯一能够解决 现在台湾 你讲的完全是我的意思了 就是你和平统一是唯一的一条路 现在没有别的路 台湾几个政党 国民党不统不独 就是死死的在那个地方 民进党独独独独独独 其他科匹什么这些 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一个和平统一的 这个声音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吧 大陆要极大要干你的话 最极大是美国 就是美国把我们台湾 包装一起去打他 打他 这个中国大陆不能忍受的 外力介入 因为你台湾就是我的一个省 就我们一起 今天分离比较久了 你再讲独独独独独 还不那个 现在你跟那个老外 这个老外就是要把我干死的 你跟他这样来 所以我们现在买美国的武器 就差不多快要一万亿了 买美国的武器 现在更厉害的时候 美国那个布雷的系统啊 我也要买 那个是个很可恶的东西 你知道吧 可恶的东西 我们时间快到了 等一下我还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你想想看 假设您真的和平统一 你当上总统了 和平统一你有没有步骤 有没有想过这个 不可能一下子就和平统一了 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步骤怎么样 双方一定要谈嘛 对不对 您等会想想看 好吧 马上回来 就是我说假设说了 不不 你刚刚假设说了 我听大董 你再讲 假设说 您的和平统一 这个概念 我当选了 你要选了 要谈了 要谈了 你有没有步骤 因为不可能不谈嘛 不可能完全接受 双方一定要谈嘛 没问题 对 您的想法怎么样 好 听听您的想法 我的想法 对 这个不是讲出来 就是还是有些步骤 我的想法 连我们的大牌的王伟忠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 你总有想过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嗯 我说总有想过这个问题 搞不好 你真的 真的 就照 如果照您所想的 OK 真的 老公也投您 老的也投您 小的也投您 因为大家就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我当选总统啊 就请你来做这个 和平统一的领导的 谈判的 您不能私相授受啊 我当选总统 我要找谁就找谁啊 所以你要搞清楚啊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 就是说照您所讲的 天下事情很难讲 未来不可期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那个老老王还真的有一天 真的照您所讲的当选了 那你有没有这个 和平统一年要怎么去进行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要聊一聊 对不对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啊 还有 还有 二十几分钟 表面上看半个钟 二十几分钟 还有两节是吧 还有 你刚刚是两段了吗 三十分 对 还有 还有两段 还有三节 嗯 不可期 不知道吗 未来 我先把头讲完了 我再问您 就我再重新问您一次 对啊 好吧 没问题啊 机会很大哦 朱立伦这个选车会名单很烂哦 国民大 我当不当选总统 好 你可以讲刚刚的 我也可以讲 好玩嘛 三十八分哦 大家好 我是王雨中 欢迎收听 哎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王建轩院长啊 来跟我们聊聊 你要选总统那个事情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假设性问题 就是说您刚刚讲了 您很有雄心壮志啊 是被尊重的这个雄心啊 所以呢 有可能照您来说 劳工也可能会投您啊 因为关系的问题 老人也会投您 因为很多独居老人需要被照顾 或者是等等等 年轻人也会这个这个投您 因为年轻人有些老人他照顾不了了 希望有人出来做这个事情 没错 这样子说起来 还加上机会也不错 因为现在很多人对民进党不放心 对国民党呢 也不放心 为什么 国民党最近您看他这个表现 选策会的名单出来了 名单很烂 所以您机会似乎是真的开始越来越大了 您不要笑 我是认真讲的 假设说 您认为最重要的 当然有很多priority 比如老人问题 劳工问题等等 还有一个您最重 破绽为没说到解决问题 就是两岸和平的问题 他真的已经做总统了 王建轩当选了总统了 2024 和平统一这个事情 您认为开始要进行了 您有步骤吧 对不对 您要两方面要谈吧 对大陆部也不可能完全听完 刚刚你的问题啊 就是说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要主张和平统一 对 我的步骤是什么 对对对对 因为总统要负责这两岸 外交嘛 对不对 国防嘛 那我告诉你 我如果一当选总统 我马上就成立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包括社会上各方面的贤达 有这些很多人参加 您的贤达 应该那个standard 那个标准应该很难 对啊 然后当然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找一个人做主任委员呀 就跟大陆 但是不一定要信教 不一定要信基督教 对不对 不一定要什么 不一定要信基督教 我这个跟基督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 我只问一下 完全没有关系 我虽然是基督徒 我讲到也很多 但是我做事的时候 没有像我们基督会 我们的执行长 副执行长都不是基督徒 了解了 您继续 找一群人 就是说你的问题就是说 我当选总统以后要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的步骤是什么 我跟你讲啊 非常的简单 我组织一个小组 就跟对方来谈 谈了一个月以后 有一个结论回来跟大家报告 还有没有谈统的第二个月再谈 哦再谈 这样一谈 谈五六次七八次 到了年底就有结论了吧 对不对 那这是大家的想法 我告诉各位 根本不是要这样 我一跟对方一谈 第一个 我们是和平统一 是一个国家了 所以我中华民国不见了 这个名字没有了 我们的名字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特别行政区 我的名字就叫做 跟香港一样的意思 所以世界上就一个 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是台湾特别行政区 搞一个旗子 设计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独立了吗 大陆要的就是这个 另外 我们希望有民主制度 新闻自由 宗教自由 不要讲那些 就是第一点 就是我刚刚讲的 第二点 其他现在台湾是什么样 全部照旧 所以不必讲 我们台湾要有自由民主 我还要选立法委员 就是什么 不要讲这个 就其他的全部照旧 你现在中华民国 现在做的是怎么做的 将来也是这么做 这样说OK就好了 这个一个月就结束了 简单 我这样讲 不是故意这样讲大耳化之 实际上我们不必跟他讲 你要让我们自由民主 什么自由 不要来这些 就是其他 我现在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要跟他谈到这个地步 就是一路这样谈下去 我认为他会同意 你认为他会同意 我认为他会同意 是为什么 你知道 我是家将 如果我是他 我搞了这么几十年 加上美国在里面 搞这个 搞得什么 头都昏了 你知道吧 现在居然这么轻松 就祖国统一了 太好了 有什么条件 价码 不能接受的呀 对不对 而何况 邓小平过世前 就已经讲过 他说 一国两制 而且台湾的一国两制 跟香港这些完全不同 是可以宽宽宽宽宽 那我就告诉 贾政要谈 我就说宽宽宽宽 宽到什么 宽到我现在是什么 就是什么 不就好了吧 你就要跟他谈这些 就这样就好了 所以一个月就结束了 你觉得你这个讲法 不是大而化之 也不是过于简单 我这什么大而化之 台湾老百姓说 将来我们能不能选 迪法委员 我说不要这样 我们谈 就是我们是什么 就是什么 五十年不变 就好了吧 好 不这是您的 就是您这个 如果以后真的选总统的时候 假如您这个什么 这个也都过了 然后李连鼠也过了 真的要辩论的时候 您可能在跟别人辩论过程之中 也会跟他谈这个事情吗 当然会谈啊 这个有什么要辩论呢 没关我们现在就辩一下嘛 我代表我嘛 你代表那些选总统的 你要跟我辩什么 你刚讲 这个不通 怎么一下子就那个 那你说要怎么谈 不是 我绝对是说 没有那么简单 就我 我看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你要谈 我说如果在辩论的过程中 他们都是专家 我不是专家 这是一般的人想 没那么简单 我刚刚这样讲了以后 我不是大人话之讲 我这样讲 你们觉得 简单不简单 简单吧 那大陆会同意的吧 不看了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要经过 我还是真的很希望您这个 如果更加辩论等等等等 不要像我 我是无知的 你说什么辩论 选总统的辩论 真的有这样的过程 没有关系 你要多准备一点 然后面对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更多的人 会选你 这些我都不是 你如果讲的更合理 更怎么样 我不是要多准备 我有神的手在带 我讲的东西就了 像刚刚讲这个 二峰 我从前都还没有想到这个了 后来我想 这个要跟他谈 很简单嘛 不要要求这个要求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 你都OK 然后你要求的 就是我那个中华民国没有了 变得你了 给我给你吧 就这样 两点结束了 我决定啊 你要再多准备一点 才能多说服一些事情 等等 又有人会问你 我是无知的 但是有些人会比我更知道 等等等等 要准备好 希望您加油 好吧 好 休想马上回来 好 还好吧 还好 很好啊 OK 好 聊聊别的 我让您尽量说 对 他这个 还有好多个月啊 慢慢准备 对 将来有时间再来上你的节目啊 对 对 今天这样讲 太多东西 讲不完的了 对对对 讲不完的 我觉得你慢慢准备 劳保基金这个很重要的 你有你有一家之严吗 对 缺缺蛋缺粮缺缺缺缺样样都缺 等一下这个可以讲一下 那个是小时 小时啊 对 因为那个很多人上很多节目讲了 我的访问呢 就像听听您讲讲 在别的节目没没讲的 那我会代表一个我的看法了 跟您 好吧 没问题啊 嗯 这个媒体也是一样 就是您上每一个媒体 每一个主持人要问的不太一样啊 有些人问的一样就没意思了 每个主持人的态度跟方式也不太一样 没问题 对对 你看我今天房 我都尊重你的 我都跟着你跑啊 你讲的话 很好 没没 这个我只是 我以为你会觉得这个好 我讲 我以为你 我喜欢讲 我是讲很简单的话的人 但是 我做传媒也做久了 我知道听老百姓想知道一些比较什么样的 好没问题 对对对 因为 因为很多政策 很多年真的竞选的时候有很多话 我觉得 不然经过辩论还是怎么样 您还会继续再讲吗 今天不可能在一个节目都讲全吗 对对 不您认为和平统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您觉得这个是有可行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先把这个是大旗子先拉起来 那后面还有很多事情您可以 好 对 你以前会这些事会跟苏老师聊吗 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会跟苏老师聊吗 你现在实质更不论 以前呢 以前呢 以前会讲讲 我们就是两个人吗 当然会聊聊的 他会不会觉得你太太太又我又名了 会不会去你很无趣 会不会 倒不会 他还好 而且我在外面忙啊 他搞他的 OK 大家好 我是王游中 欢迎收听 哎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王建轩 我们的监察院前院长 谈谈您这个 最近呢 说要选总统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节目里面一口气谈完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不管和平统一 你可能会跟人家辩论 跟很多人这样子去讨论等等等等 老宝的问题 然后包括这个长照的问题 你有很多很多的方向 OK 现在今天呢 我看您最近上节目只讲 您个大概的一个心情 就是为什么要选总统这个事情 而且是完真的 而且你相信 别人会投票给你 对不对 这个 我刚刚一讲过 大家也讲 我今天85岁 我如果想选总统的话 我应该十年前就出来嘛 可以选两三届嘛 那为什么到现在 年纪比较大了以后 再突然跑出来了 有神经病嘛 不你跟拜登讲 你举拜登的历史就没有人敢讲了 对啊 但是呢 我现在突然看到的就是 台湾真的要完蛋了 因为台湾抱着美国的大腿 买他的武器 现在要把美国把他的弹药都存到我们台湾 还要来布雷 还有一大堆的东西 看在共产党的眼里 没有救了 这个台湾没有救了 就那外力介入的 所以他就要去打理一下 这个打理一下不是我预测他会打 其他很多的专家都会打 我的意思说 有这么多人也有跟您看的看法也差不多 也有了 有些人不是想看 有些人是想看 可是您为什么这么有这个优国优名 这个出身其家之国评价下 到这个年纪要出来 所以您知道您选举的时候有很多不利您的地方 我不知道 我觉得 比如您年纪啊 比如等等等等 会有不利您的地方 我这样讲 大家不要说我臭美 说我多好 我这个心中充满的爱啊 真的是这样 我现在写文章还有我教导我自己都是 像文天强讲的一样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担心照汉青 我现在写文章我都把它改掉 叫做我们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爱心照人间 我现在虽然85岁了 我的余年不会太多 但是我要让爱心照亮台湾照亮海峡两岸人 和平统一是可以办到的 和平统一两岸的人都得意 美国人也得意 他只是觉得哎呀倒霉现在不可以利用台湾了 但是因为不能利用台湾 结果他就省掉很多的死伤的事情都没有了 那全世界呢都会比较和平起来了 所以他那个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老街里面这样赚啊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所以一定要出来选 出来选能不能选得上 坦白说我交给上帝了 交给我们的选民啊 选得上就上 选不上就选不上 这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在选举的过程中 像今天上你的节目 我就把很多的观念讲出来了 这也是我的我也认为的 应该让你一家职业尽量讲 对啊 那现在听众的朋友 观众的朋友 他们听懂说 嗯 王老先生讲的是有道理哦 是啊 不这样的话 我们要完蛋了 今天我们都在完蛋的边缘 但是居然我们都不知道哎 很好王老先生出来说了一下 不是 都知道 但是呢 不敢想 您知道吗 就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体会来讲 OK 不过我刚刚说了 您是儒家思想到极致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到了八十四五岁 还想做平天下的事情 啊 就是您觉得和平统一是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这个没有吸气 我年轻的时候也在做治国平天下呀 只是大家觉得现在你突然冒出来总统 大家觉得是怎么样子 但是大家各位好朋友 您去想一想 难道不是这样吗 今天台湾一巴掌打过来也完 我告诉你 这个犹太人啊 很聪明的是吧 全世界有钱人 很多都是犹太人 他们很聪明 他们有讲智慧的话 有一本书 里面讲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鸡蛋啊 去碰石头 倒霉的一定是鸡蛋 那石头去砸鸡蛋 倒霉的还是鸡蛋 因为你是鸡蛋 我们今天台湾是鸡蛋 所以老公那边是石头 对他们有一些强老讲的话 很有学问 我们如果去惹他 就是鸡蛋碰石头 自不量力 最后你完蛋 我们不惹他抱着美国大腿 最后他就使他打过来 我们也是完蛋 所以我们今天台湾是鸡蛋 我们居然很多人不知道 还说我要跟他怎么样 跟他怎么样 不是这样吗 王院长您十岁来台湾 在台湾住了74年 然后你等于是在 您看您人生到85岁的 应该是很开心了 您身体也蛮好 虽然太太身体不好 您照顾她 但是您都在做些好事 您还有宗教 其实您应该是很轻松的 要这个所谓的 你想天年了 对您还这么焦虑 去面对这些问题 您从小到大 说是在前半生 一直到现在 我们这个民族内战呢 害了我们这民族很多 所以您记住心里面 一定很多是忧心的事情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 我们这个民族的乌托邦 一个理想国 你有没有一个理想国的概念 想法 这个哎呀 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啊 大家想你这么老了 从前做事也不做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这样 但是大家要晓得 像我们这样一个是 有雄心 而且是可敬的雄心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也不是想当总统 这是要怎么样 看到台湾的人民这样 我安徽合分人 身在大陆 我到台湾来的时候 十岁 今天八十五岁 在台湾七十五年 我是外省猪 我这个外省猪 喝台湾水 吃台湾米 吃了七十五年 我这七十五年 我这个外省猪 绝对对得起台湾人民 我保证对得起 我就是敢讲这个话 但是现在台面上人 你们有几个人 敢讲这个话 心不跳 也脸不红 但是你们讲 都会讲 你心里没晓得 你不是那个玩意儿 你知道吧 讲的有什么意思 我就是敢讲 我对得起台湾人民 我告诉各位 我是外省猪 我这个外省猪 绝对对得起你们大家 我今天要讲 两岸和平统一 不是因为我是外省猪 我就叫要跟他统一 然后这么几十年 我怎么没有去讲这个呢 今天不一样了 各位好朋友 仔细想想吧 也不要称自己外省猪了 我们的您的好好的 OK 别别 我们休息回来 有国有名啊 怎么还有啊 最后一段 我们俩要合唱 唱一首歌 好啊 您不是会唱歌吗 我记得您歌喉还不错 唱圣歌唱得蛮好 我唱歌 我很喜欢唱歌 现在喉咙怎么唱 但是我还是可以 我还是愿意唱 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 不不 我愿意唱 我常常唱啊 你不在意 等一下我就唱给你 好 你要唱哪首 圣歌 你要唱哪首 你喜欢我唱什么 我都可以 你觉得你唱最有感情 我唱基督教就奇异恩典呢 奇异很高哎 不好唱啊 最后让您表演一首歌 好唱 表演 你要唱 我就唱给你听 奇异恩典 最后让您唱 太棒 太棒 免得大家听这些太枯燥了 太好 我们讲一点外审猪好不好 你讲得很好了 讲外审猪 其实审计问题 已经好很多了 已经好很多了 民间党就是搞这个 挑起审计情节 然后获得利益 就是这样的 现在审计情节 你不要小康 还是很厉害的 像我们机构里面 有很多年轻人 我们都不会选举选择 一句话都不讲 不讲 有可能就是要投他 那要讲什么 那也没办法 这个投票是 投票是大家自己选择的 但是他的老金 就认为这样的事 现在不是 日本的报纸说 台湾的国军 你们都是外审猪吗 这个蔡英文 这些都没有激烈 这个事情是过分的 这个是过分的 要讲的话太多了 59分10分10 还有几分钟啊 没有了 快到了 最后一段 轻松了 要看这个是吧 对 还有8分钟 9分钟 大家好 我是万云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来宾 是我们监察院前院长王建轩 我们老老王 老老王一辈子忧国忧民 现在要修身极家治国平年下 到85岁 还想把这个事情做全 对 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的 这个心思啊 还有很多的心情啊 各方面等等等等 不过您身体还是蛮好的 就不要太激动 不要太忧伤 等等等等 希望你这个身体保持很健康 看看两岸之间是不是能到和平 这是很重要的件事情 没有了和平 我觉得什么都 什么都是等于是假的 会变这个状态 您的公益做了一辈子 有句话我很感动是 你说公益这个事情啊 现在有一些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啊 没事做 不知道在家里 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也没人管了 也好像没什么事情可以管了 您觉得做公益是个好的事情 您说的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这个是圣经的话 这是圣经的话 对 所以很多人其实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 在家里也不动也不走 您是建议他们出去走一走 甚至做点公益会让自己更开心起来 当然是这样 这是您的心得嘛 当然是这样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叫约翰江亨利斯 写了一本书 天下出版的 叫做什么 这一生你究竟想留下什么 各位朋友都要去想这个问题 有人说没有 我已经退休了 没关系 这后半生你究竟想留下什么 他说没有 我也90岁了 大概在五六年就再见了 没关系 这五六年你究竟想留下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癌症 大概医生说 大概还有三个月 没关系 这三个月你究竟想要留下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下一点东西 那留下东西 大家各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说 人去爱留 我们人一日会离开 我们要把爱心留在这个世界上 你才会真正有意义 你知道吧 所以这种 我要讲好多有钱的人 赚了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 然后怎么样呢 就死掉了 这种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 所以你应该把钱拿出来 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出来 那您看您是这个人去留爱 您说到这个年纪 觉得人要有爱心是最重要的 回馈社会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看您都看了一些新闻 或跟有些人跟您的看法不一样 或许人的理论 或者一些做法 您非常愤怒的时候 您对他们有爱吗 当然有爱啊 那您的爱是用什么方式对对这些跟你意见 或跟您看看不起 或很讨厌这些人 对 你对他的爱的方法怎么表现呢 用爱心说真实话 这个时候就 就要跟他训他一顿 对 当然要训 有时候还是老金不清楚 当然要训 所以有时候您觉得 有时候还是要做个狮子吼 对对 所以人家叫我小钢炮 人家叫我是正义的化身 我看到这些讨厌的人 那你喝点水 对不起啊 您又激动了 又激动了 小钢炮又激动了 我看到那些啊 我写过一本书 叫公平正义合处群 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混蛋 霸人 没关系没关系 对不起 他还说他了不起了不起 我看到他的相片 我就在他的相片上打个叉叉 写个王八蛋 我还吐口水 吐 我太太说你干嘛 我说我自己家的报纸 我出出气不可以 出出气身体比较好一点 我们台湾有一位大的哲学家 叫蓝怀景 他已经过世了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偶尔说一次三次经 对健康是有助益的 苏老师会让你讲三次经 对啊 他会遵循你讲三次经 我讲他 他就不可以讲这个 不可以讲三次经 但是我在家讲啊 我没有到外面讲说你是怎么样 您判断这个人有正义 跟判断这个人假正义 你的判断怎么判断 有些人很有正义感 但是他的 我觉得判断很重要 这也不是随便看他的样子 就我跟他在一起有经历啊 我跟他在一起有经历啊 我一想这个家伙坏事作敬 他对到媒体的咕咕咕好像变圣人一样 看他讨厌你知道 那如果传言呢 或报纸啊 或媒体讲的话 您会完全相信吗 还是你会 那当然了 我不是说媒体讲的媒体 他有些东西 我根本就了解那个家伙是什么玩意儿 所以你还是要 还是要深次体会才能够 才三字心才骂 你不能随便报纸讲他混蛋 你就讲他混蛋 不是随便三字心 这个不可以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我老早变成大混蛋 媒体常常说我混蛋的 老老王还是有 我是随便骂 我是比较糟糕 我判断你是有问题的 不很高兴跟你聊天 等等等等 不管怎么样 我听您一家之言 认识您的真性情 我就是这个 台湾有您这样的人 你还有没有时间啊 你要唱歌给我们听啊 你要唱歌给我们听啊 我唱歌啊 你刚才不是叫我唱歌吗 因为没有人听过 您唱歌 好久没听听唱歌 有什么关系 我老听歌也蛮好的 很好 我要唱奇异恩典 这要献给各位听众朋友 要祝福大家 您喝点水 好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假装现在感觉上有前奏了 来 我们就到时候就飞到了 各位 来 奇异恩典 我醉意的舍典 欠我时桑 尽被巡回 瞎眼尽得看见 今天搞了一天啊 喉咙实在不行 唱得非常有感情 您这个虽然是点沙哑 但是都听到了 OK 祝福您 祝福您 真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 如此恩典 是我不唱了 超过你的时间了 很好很好 老王还是很非常可爱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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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